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他慌了寻找时 就发现手机在规则上响了起来 而当美加接了电话后 发现是一个蓝人的声音 蓝人告诉美加 他把美加手机通讯录全给删了 因为真正会联系的人 为什么还要存电话呢 从这之后 美加都会时不时接到这个神秘蓝人的电话 而开始总是觉得厌烦 但当电话好几天没有打开时 美加却又觉得少了点什么 随着不断的接触 不断的了解 美加对着神秘的蓝人 有了很大的兴趣 在一天清晨 蓝人又叫醒了美加 他让美加看看外面的天空 飞机划过的云彩 成为了两个人一起迎接清晨的证明 眼看就要开学了 两人终于决定要在学校的天台上见面 对于这位神秘蓝人 美加是非常的好奇 约定的时间很快就到了 而就在美加满怀期待时 出现在美加眼里的竟然是不良少年 他捧着一束刚采的鲜花 对美加说 我叫红树 生的快乐 可美加做梦都没有想到 自己期待依旧的蓝人 竟然是一位不良少年 美加跑掉了 他跑得很快 留下了红树一人傻傻的发呆 可在当天放学的时候 美加却看到红树 再将刚采来的花朵给埋回去 一个不良少年 竟然会在意几朵花的生命 当红树发现美加后 他将水管喷出了一条彩虹 此时美加对红树的观点有了改变 可呢 他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坏吧 自从那天后 两人就确定了情侣关系 重不逃课的他 在红树的一条短信下 选择欺骗老师 为的就是能赶快见到红树 而每一次见到红树的时候 美加的内心都是小鹿乱撞 在红树的亲吻下 他感觉到了对方的情愫 哪怕那撕心裂肺的痛楚到来时 美加也感觉是那么的快乐 原来爱就是这样的 可有一天 美加在约定的地点等待红树时 三个男人向美加给带走了 在花海里 美加拼命的逃跑 他们不是在细细游玩 而是准备要玷污辱美加 在事后 美加一人走在这黑夜中 显得是那么的落寞 突然间 他急忙地躲了起来 只因为红树在寻找他 但美加还是被红树找到了 只是他嘴里 一直重复着一句话 对不起 对不起 红树也得知了发生的一切 他告诉美加 一定会替他报仇 三个混混 很快就被红树 给打了生活不能自理 从他们的嘴里 红树也得知了 幕后知识的人 是自己的前女友 可抓到元凶 又能怎样 杀了他 吃亏的终究是自己 而这件事也闯到了班底 所有的人都用异样的眼神 来看待美加 貌似身为受害者的美加 成为了当夫一样 而这件事也让红树彻底的愤怒了 他对着所有人说 如果谁再侮辱美加一次 哪怕女人我也傻了 只因为美加是他心爱的女人罢了 当两人躺在河堤旁的草地上时 他们的感情并没有破碎 反而更加牢固 而美加也因为红树的种种做法 不再自卑 坦然地接受了事实 这一次他主动地 将自己献给了这位男人 之后 他们的生活还是照旧 红树也依然爱着美加 可在一天吃饭的时候 美加发现自己怀孕了 而孩子的父亲就是红树 在美加带着不安的情绪 来告诉红树自己怀孕时 红树却非常地激动 他告诉美加将孩子生下来 并说出了一句 任何女人都期待的话 我们结婚吧 他将美加带到家中 并告诉父亲自己要除学打工 而父亲却质问红树 有没有信心给美加幸福 红树却一眼正经地告诉父亲 这是自己一定要做到的事 而在美加的父母面前 红树将自己的头发烂回了黑色 并将自己的头低到了最低 只希望美加的父母能同意自己 可当一切都朝着美好方向发展时 美加却出了意外 因为红树的前女友又找上门来 并将美加推倒 而导致了流产 美加的心非常的难受 于是他跟红树约定 每年到12月24日 都要来祭奠孩子 可在这次流产后 两人的感情也彻底的变了 因为当年那个不阳少年又再次的回来了 美加甚至看到红树 背着自己与其他女人亲历 这发生的一切来得太突然了 红树对于美加来说 早就已经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 于是 他鼓起勇气质问红树 得到的回答 却是无情地抛弃 因为红树已经顽腻了美加 可美加还是不遇不劳地 再次约了红树 可跟美加的回答 依旧是分手 而这一次 他头也不回地 就这样走了 随着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 虽然美加并没有忘了红树 但在闺蜜的劝导下 美加还是开始了新一段的恋情 而这一次的对象 是比红树更加温柔 更加体贴的人 缘忧 他对美加无微不至 而起初美加对他 也同样是不冷不热 但在长时间的相处下 美加也渐渐地喜欢上了缘忧 他也认为 这一次自己一定遇到对的懒人了 可在两人相处的时候 美加却时不时地想起 那个让自己痛苦又快乐的懒人 12月24日又到了 在美加准备去祭奠孩子的时候 却发现红树也在 而看到美加的红树 却慌张地逃跑 完全没有当初甩掉美加的骑士 转眼就要毕业了 在所有人唱着离别的歌曲时 美加却没有看到红树的身影 而随着时间飞逝 美加也渐渐地放下了红树 他感觉如果此时再见到红树 应该不会那么尴尬了 而美加与原忧的感情 也一天比一天的深 在不久后 两人也决定相伴终老 可在12月24日的那天 美加又在祭奠孩子的地方 看到了一个男人 只是 这一次祭奠孩子的男人 是红树的兄弟 旺 在美加的不断逼问下 旺最终说出了事实 红树要死了 他得了癌症 短短的几个字让美加终于明白当年红树为何那么绝情 所有的不甘也在此时消失 美加推开了原忧的怀抱 他此时脑子里只有红树一人 在医院里 他果然见到了那个自己朝思暮想的男人 接下去的日子 美加每天都陪伴着红树 他还去神庙里祈祷 希望神不要让红树离开自己 但是红树并没有被上天眷顾 在临死前 他告诉美加 自己哪怕死了 也会成为天空来守护着他 不久后 红树彻底的离开了 当美加来到曾经两年约会过的河堤旁时 他看着天空 看着这里 美加知道 其实红树并没有走 他永远永远都在天上注视着自己 爱情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不管你在何地 我的心永远只属于你 时间也许能消磨一切 但唯独我对你的爱是永恒不灭